好 各位 請你再次回我 正如我做的 準備嗎 你的回合 非常好 好 最近大維新開了一個寵物友善的商場 它有寵物專用的停車位 寵物專用的升降機 另外還有寵物設施 例如垃圾桶 或者寵物車租用服務等等 商場的室外還有一個 五萬平方呎的 綠化優點空間 放假很多人去 新商場維芳 它有自己的停車場 費用有三十元一個小時 停車場非常窄 沿途都會看到這些 浮花了的痕跡 因為新開張 所以四位的餐廳 都非常多人排隊 最好呢 就用EPS 拿了票 先 我都剛剛用這個 The Guru 拿了票 因為餐廳還要等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 帶點咖啡 去了室外的 優甜空間 四樓走到最尾 就有個室外位 可以跟我們散步先 好多小狗 好多小狗 大陸 也好多小狗 為何 希望 是不停不停地轉下去 就會有不同的小草地 那邊走樓梯 這間咖啡都可以帶小狗 他們兩個都很開心 他們很多這樣的小通道 然後又會到另一個小草地 有室內櫃 和商場下位的室內櫃 但小狗就要坐室內櫃 在那邊 全單 現在快到那邊 我們好幸好 坐到一張超大的四人桌 哇 看看咖啡的位置多大 雞扒很脆很好吃 紅咖哩雞扒飯 其實買菜很方便 因為扶手電梯可以直接上 這裏比想像中小寵物友善的餐廳 希望接下來會多開幾間 這個停車場 真的少一點技術 都不要來 好容易撞花 這個停車場 真的不知道哪個設計 真的 嘩 每個人都要互相避 你看 差一點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短片 看完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影片 拜拜